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就是第二款 韓式貓眼式的眼線畫法 首先就是使用我們的眼線膠筆 我換的顏色是比較紫色系的感覺 因為呢通常貓眼式的畫法呢 畫起來的感覺都是會比較兇一點點的 可是呢你使用了比較柔軟的色系 它也會讓你看起來比較柔和 而且比較女性化一些些 那在畫眼線的過程裡面我們都會建議 一定是從眼尾開始做一個顏色的上色 慢慢的我們再放到眼頭的地方 為什麼要這樣做是因為很多女生的眼尾 都比較容易有下垂的問題 所以呢眼尾這種眼頭彈 可以幫助我們眼睛不容易有下垂的狀況 那再來呢我們做第二個動作 就是要讓我們的下眼線結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你這個三角形的線條 一定要完全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眼線才不會有斷掉的腫徑 那我們在下眼線的地方呢 盡量不要畫得太粗 而是畫在這個眼點的地方 不過因為眼線膠筆的質地是比較柔軟的 所以畫起來的話比較不會有刺痛的感覺 所以會比較建議使用膠質的眼線筆 它可以幫你的眼線畫起來效果呢 既自然又很漂亮 第二步驟呢就使用我們銀灰色 帶一點點珠光的眼影霜呢 那因為它是防水材質 一樣我們是用手指頭 輕輕沾取之後 您可以在手背上稍微按壓一下 讓眼影霜的質地會比較均勻 在眼窩的地方呢 直接用推壓的方式 帶到我們的眼窩 那會建議因為我們女孩子的眼凹 要確定好就是前端要比較高一些些 後端呢其實要壓低下來 不要讓它往上飛 因為它往上飛的話呢 妝效看起來會比較艷麗一點點 那我們為了要畫出比較時尚感的眼妝 那我們眼睛的眼線呢 還有眼影上面的層疊 可以是前高後低 尤其是在眼影的部分 最後一個步驟呢就是使用霧面的眼影粉 不要有任何珠光的打在我們眉骨的地方 因為呀在眼睛上面是選擇珠光的產品 眉骨的話我們就不建議使用有亮粉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可以讓我們眼睛既有光澤 而在眉骨的地方的乾淨度 打出霧面的立體感之後呢 所呈現出來的效果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關說明是在網站中 提到網站的畫面 加入網站 發音市場 在網站上